HELLO 大家好,我是BOKAY,剛剛介紹了新的4-4的玩法後呢 今天來介紹的是加班斐希維爾 她但是現在勝率極高的海克斯 同時也是TOC比賽的冠軍陣容 絕對是金默最值得學習的打法之音 因為這次改版其實變化沒有到說非常的大 主要就是加強了賈克斯跟白獸 所以這號陣容在新版本也是能夠繼續使用的 那我們現在廣受好評的大師圓夢活動 有下單教學或加入200級的會員就可以加碼抽 15000的買卡點數 今年我們也就有帶20位以上的學員 登頂過大師的行列 如果你也想加入我們都歡迎報名 只是活動是有限資格 就是要大師排位以下 才能享有專屬的優惠價 兩場的話會限責400元 無場則是可以限責1100 這會是我們S8.5最低也是最後的一個優惠 所以有需要的可以自行存單存起來放 沒有用完的話到S9也是可以繼續使用的 並且現在還可以免費獲得 一些燙金卡片以及戰棋的限定賀卡 還能享有額外的一個福利 會有7位的精英實況主 專門解答你的戰棋疑獲 也可以提前收到戰棋的攻略 像是這一篇攻略呢 其實我們超早之前就有給會員了 預算有限也沒關係 到FB粉專指定天文留言 就可以免費抽500點的買卡點數了 好回到主題這陣的主持有 希薇爾潘森 路仙聖蓋 倫逆命 終極一則跟薩蜜拉 基本是7無限三槍手 好今天的話呢 我們就會主要來介紹這個希薇爾的個人強化加班費 但其實呢就是無限槍手這個體系呢 就算沒有加班費還是很強 就如果說你今天前面就拿到無限轉的話 也是可以玩的 只是呢如果你有拿到加班費的話 強度會再更上一層 為什麼呢? 主要呢是因為你的經濟會非常充足 這時候呢你就可以盡量去升等打連勝 或者說保你的血量 希薇爾二星之後裝備死刃 每一回合會給到四塊錢 直接讓你的經濟拉滿 這時候呢你就可以快速上八上九 找到終極一則來拉高我們的上限 很容易呢就是打出優勢 還有滾出你的血球 就算你的前期過度不順 又或者是說你整體的一個環境發現 欸不是那麼的好 你也可以直接將這個希薇爾賣掉 然後把裝備拖給薩蜜拉 去拚前四名也都是可以的 出裝的部分呢 希薇爾最關鍵的一件裝備就是死刃 當你今天有加班費的時候 死刃絕對是最重要的 為什麼呢? 因為它能夠很好去提升你的攻擊力 那你的攻擊力越高 給的錢呢就越多 一直源源不絕的噴出來那種感覺 當然是超級無敵爽的 再也可以去出鵝羽跟無禁 颶風劍等等的物攻裝備 該輪的話呢則是可以去拿無限轉 保衛者姿勢還有日焰等等的 裝逆命的話呢就是去撿剩餘的一個魔攻裝 還有是最關鍵的當然就是我們的無限轉 直在就是希薇爾的一個加班費 比較通用的就是珠光蓮花 主劍主的寶在接沙力 險性獵殺和天賜聖典 那英雄強化的部分其實體系內都可以去拿 像是說伊澤 還有像是希薇爾的另外一個團隊強化也都是可以 但如果今天有加班費的話 還是最為優先的 剛剛強中的建議就是大劍 凡許功 鎖指甲跟腰帶 那玩這陣的時候有先決條件 第一個就是前期有進比較多的一個無限體系的牌 又或者說你今天可能是有無限轉折一個徽章 第二個就是你開局可能是有掉大劍的 然後你可以直接去合出一個死人 這樣也是最好的 介紹來講一下戰爭過多的部分 建議就是以寶血或是說打連勝的方式下去營運 4人的話你可以先去組出一個三無限的體系 利用三無限加任一個高質量的單卡 去做搭配 像是說 悟空啊 鱷魚啊 塞勒斯這一些前排的英雄呢 會是比較好的 因為前邪的話你的坦克月坦 你後排就能夠穩穩的去輸出 5等的話呢則是可以去補上槍手的一個羈絆 等到3-1或是說3-2的時候可以去身上6等 6等的話呢就要盡量去組出一個無限的羈絆 會是比較好的 這邊呢你可以去小刷一下牌 然後組出一個無限的羈絆 又或者是說刷出二星的西維爾 以我們的三無限或是說五無限作為一個主要的核心 接著就是看缺什麼羈絆就補什麼羈絆 像是說如果你有勝的話 那就是很好能夠去搭配捍衛這個羈絆嘛 沒有羈絆可以補的時候呢 也沒關係你其實就是把怪獸體系的單卡放上去就對了 像是說烏龜啊這一些 摩甘娜這些都是能放的 3-5或是說4-1升上7等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再去補上一些控制單卡 而這個階段最優秀的一些控制單卡 就是我們剛剛有提到的拉姆斯跟摩甘娜 如果說你今天是有連勝 你就可以稍微去小刷一下牌 然後把你的一些三費卡 像是說聖障者角色去順便的刷到二星 然後呢你也可以去找出 像是說蓋倫啊薩蜜拉這一些比較關鍵的角色 等到4-2或是說4-5的時候呢 我們再去升上8等 8等的話呢就可以去盡量的組出七無限的羈絆 那其實沒有七無限的話也沒關係啦 就是用五無限然後拼我們的怪獸單卡 先頂著用就可以了 這個時候呢也要最好把我們的蓋倫 還有薩蜜拉去刷到二星 比較能夠好好的穩住你的血量 當你有辦法去穩住你的血量的時候呢 我們這時候就可以直接直衝9等了 9等的話呢 第一個組法你可以先去搭配 就是草人阿摩的烏爾加特 然後你可以去選兩個角色 好例如說你今天可能是草人先二星 那你當然還是優先上草人 而第二種組法呢就是你可能今天就是只能開出五無限的羈絆 有的時候呢其實我們會捨棄就是兩個小廢物啦 露星恩跟潘森這兩隻呢 有的時候你在沒有無限轉的時候是不用硬搭的 而這些空缺的位置呢我們就可以用珍娜 或是一些無廢的單卡把它補上去 OK那細心的朋友呢應該有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說欸明明就是希維爾他的個人強化 通常不是說這種低費卡的個人強化就是要去養他本人嘛 可能要去追出三星 不過呢三星的希維爾其實強度並沒有到說特別特別高 不是說你今天抽到三星之後就天下無敵的一個狀態 因此呢除非你今天是張樹貞的夠多的一個狀況下 否則其實是不建議追三星的 更建議呢你可以去升等然後抽牌 靠等級和整體陣容的質量優勢去打出節奏 所以大家要切記呢滾雪球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你在什麼時候升等然後什麼時候刷牌這件事情 就都會很影響整體的遊戲節奏 大家呢也可以把加班費呢就是當成一個經濟類的海克斯 這種經濟類的海克斯呢就是要比別人更快去掏出一些比較高質量的單卡 或者說更高費的英雄才有辦法去打出差距 不然你拿了就等於沒拿 OK這一場的話呢是由我們DOC團隊的懷疑熊所帶來的 大家可以去追蹤一下他的萃取實況 這裡的話我們先看一下實戰的部分喔 三之二的英雄傳話呢出現的是加班費 就直接秒選了為什麼不等說 像是說魔力白煉這樣子的一個團隊強化呢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無限戰隊這個體系很特別 他是非常適合經濟類的一個海克斯 主要是無限的體系呢他的牌都是比較貴的 而且他需要去打出節奏 所以呢需要非常多的錢 更好打出節奏是最好的一件事情 那如果說你今天真的是沒有辦法去取得連勝也沒有關係 因為呢他能夠讓你非常快的就是開始去回存你的經濟 OK我們這邊轉回到三之六的一個畫面 可以看到呢他這邊是已經七等五十塊的一個狀況 就是說你如果可能在三之五又或是說更前面的時候 你可以去升上七等然後去保持你的連勝的話 你能升就絕對要升就是這個東西呢 是你需要去稍微想一下 欸你可能在這邊刷牌又或是在這邊升等的時候 有沒有機會讓你可以增加你的票卡機率 又或者說打出連勝是最至關重要的一件事情 對手的話呢是選擇在賭飛艾然後賭伊澤的一個體系 所以他還在蹲這個地下勢力 可以看到喔這邊地下勢力的牌是地下是不是啊 欸有點可怕還有有解決掉這一隻的飛艾 然後這邊喔一個彈射西維爾 這裡算是還蠻不錯的就是他拿到一個颶風箭 然後去彈射掉了那一些後排 不然感覺是有點危險他這邊又差點就是被斷了 再接再利跟起星獵殺感覺都是可以選的 稍微看了一下其他的玩家選下了 再接再利我覺得這個東西選的也是非常的棒 因為再接再利怎麼說呢 他就是讓你的可以續戰力再更持久一點 這邊升上八等之後四隻二升上八等 然後稍微的去刷了一下牌 因為他的前排的質量其實是不太夠的 這邊呢就是把聖刷到惡性 然後就稍微先停手了 其實有的時候大家就是要去判斷一下說 欸你現在呢整體的星級夠嗎 前排彈得住嗎 後排輸出還OK嗎 喔這個再接再利補的好啊 只是這一隻狼人 還有狼人是沒有夜色的 所以這裡西維爾順利的解決掉了對手的雷射大隊 他呢是已經有烏爾加特的一個狀態 喔這邊蠻爽的喔 又是薩蜜拉來到了惡性 其實這個狀況感覺是已經可以直接換薩蜜拉C了耶 沒有換的話感覺是在攤上限 就如果說你今天真的要穩下穩打的話 你可能就是這個惡玉啊然後死潤啊 是有機會可以給薩蜜拉拉 但是如果你今天是想要去打一個上限 就你要有更多的錢然後可能去找這個終極一則二星 然後去刺激的話 嗯感覺是可以再談一下 喔不過還不錯就是打出了一個五連勝 靠著這個二星的西維爾就有辦法打出五連勝 其實是非常強大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覺得西維爾有時候你感覺他並不是要說特別特別的強 而且他又不是一個戰力海克斯 就是我們戰力海克斯也就只有哪一個 這種再接戰力他也不是算比較偏攻擊性的 竟然就有辦法去打出一個連勝 三階段比較可惜就是被斷了一回合 他這邊遇到的就是這個 改裝納兒的體系 狂渣猛渣 無限戰隊其實非常仰賴說 你今天刷到什麼樣的牌 然後你就決定去上一些更強力的牌 去維持你的血量或是連勝 不過這邊很可惜 因為對手他已經整個都刷乾了啦 就他把等然後刷乾 就是他的質量像是索納都已經來兩個二星的索納 所以這邊的話會是比較難受一點 其實四階段我覺得後期是偏難贏的一個狀態 因為很多人他都已經八等刷乾 你看他這邊就已經二星的龍獸了 就對手也不是神遊的燈 然後二星的一個摩甘娜帶一個電刀 肉裡比較好的一件事情就是說 其實就算被扣血也不會到說被扣得非常非常的重 這就是重點喔 就是你今天要去上一些更強力的單卡 去幫助你換更多的怪 OK這裡的裝備的話我覺得掉的真的是沒有很好耶 因為大家也發現這件事情就是他這裡沒有任何的一個坦裝 他這邊感覺是可以去合出一個蟲洞的 但是他選擇去合了攻擊裝備 而且他其實是有龍獸嘛 但是他還是合了一個黑蘇 最主要感覺是他後面呢要去換草人 就是這個龍獸其實不是壁掛 就是他可能只是在拿來過渡 所以大家在中期的時候 你就可以像他這樣子的一個過渡方式 就是你先去找一些魔攻類型的英雄 先去過渡草人的裝備 還像這裡 草人來了 那就看他會不會直接把這隻龍獸給換掉 不過我剛剛看到什麼 感覺他漏了一張終極伊扯瑞爾 喔這個舞費可是可以這樣漏的嗎 直接開始演戲 因為這場他遇到很多朋友 有沒有像老王啊 欸娜娜 然後G1啊有沒有 都是我們台服非常強的一些精英玩家 台服超強的精英都在這一場裡面了 我可以這邊遇到的就是 G1也是非常強的一個精英喔 三隻的三星角色 而且呢他是已經地下開獎開出來囉 喔他本來是依著沒有任何的一個裝備 他竟然突然爆出了 藍buff然後精進之矛跟科技槍 還可以這邊再繼續刷牌 而且大家有沒有關注到一件事情 就是他在五隻二的時候竟然就已經升上了九等 這其實是非常不可思議的一個狀態 呃五隻二去升上九等 通常只有拿到升級這種彩色的海克斯 才有辦法去做到 就沒想到這一場 竟然有辦法在五隻二就升 真的是不可思議啊 而且他已經整個刷乾了 只是很可惜的就是他這邊終極伊扯沒有來到二星 就缺那麼一張 喔OK 然後這邊遇到的是 對面是雷射 然後就搭配一個逆命 喔我們這個二星空抓逆命 嗯感覺就像一團肉 他其實這個逆命是可以去塞在那個洞裡面的 就是 呃 二星的逆命 畢竟還是比那個 二星的這個 西維爾還是在強一點啊 畢竟呢 複製體他是可以去偷裝備的 OK 這邊大家可以觀察到一件事情 就是這個西維爾都可以穩定的 差不多掉三到四塊錢 這就是有帶死刃的一個強大的支持 所以大家開場呢建議還是搶大劍為主 就是如果你是要玩這個體系 無限戰隊啊 又或者說你想要去玩靜的這種體系的話 死刃都是完全可以直接去合出來 然後增強你的一個戰力的一些裝備 然後像他其實前期的話也去合星火 最主要是說 魔棒這件裝備呢比較難消化 OK 這個草人有點爆累 他一跳進去然後對面團滅 OK 這裡的話就在刷什麼呢 刷這個一折啊 一折大大你要來了嗎 這裡留了兩塊錢 然後可以看到現在版本陣容的一些強勢陣 有沒有雷射啊 然後這個獨一帝啊 對獨一帝其實現在也真的是 都蠻強的一些存在啊 然後後排你看他就是會打一些 快手神槍爆發傷害非常的高 而且他不會就這樣鎖血了吧 大型貓咪七血在燒 狂燒猛燒耶 而且他是有開到一個起手皇冠 所以喔他可能是有開起手皇冠 然後還有開到光明裝備嗎 嗯有點太暴力了 這邊的話就是靠著金錢 然後還在貪 因為他這個裝備是還沒有過給 就是這個大隻的一折 不過感覺上也需要他二星啊 比較能夠去穩定輸出 這裡的話喔終於來了 二星的一折終於到手 這邊就是去補上這隻二星的西維爾 那大家可能會有一個疑問 就是說欸這邊怎麼不追 可能西維爾來到三星 其實西維爾如果在這個階段去三星的話 那個強度其實也不知道說特別特別的高 就他三星的強度不至於說 有辦法去載至整個六階段 所以還不如去養一隻 群體AOE的一折 會是比較好的一個狀態 就是你整體的上限呢 會高出非常非常多 那對面的話就是玩龍徑的一個體系 有沒有這邊一折 隨便亂掃 對面全體融化 這就是玩一折的一個爽度 OK六折呢 這裡其實還有一件很關鍵的事情就是呢 他其實是有看到這個極境法醫的 但為什麼就沒換邊呢 因為像伊德瑞爾這種高魔力需求的角色 被找到其實是非常吃虧的一件事情 不過他就只有換了這個薩蜜拉的一個位置而已 主要的就是沒辦法 這個洞的誘惑實在是太大了 該進去的時候還是得進去的 所以後期你就會發現 欸感覺好像被時間暫停的那種感覺 嗯怎麼突然就是有一種畫面 對以前那個都愛夢嘛 就是容易被時間暫停 那反正就是 你就後期會容易被針對啦 不過沒關係 反正我們的伊德呢 就是一個後期升卡 少個量下清潔溜溜 所以基本上呢還是不用太擔心的 而有的時候呢 你們也會發現說 欸怎麼會有人 就是伊德會去出夜色 最主要也是想說 欸要讓這個伊德呢 穩定的去開出他的招式來 不過如果你是想要打一個 瞬間秒殺流的暴力輸出的話呢 其實會是比較建議說你可能出 俄語啊 無盡啊 又是說 正義啊這樣子的裝備呢 是可以打一個更高的爆發 啊這裡有一個小細節就是 他的西維爾有沒有放在伊德的左邊 然後呢他的複製器就直接出現在了 右邊這個就可以讓他穩定的去吃到珍娜的buff 這是無限戰隊的一個小細節 大家可以去關注一下 OK我們再看另一場就來看一下 無限戰隊上限究竟有多高 以及這個加班費究竟有多強 你可以看到他在五色流的時候 竟然都還是一個二星這個西維爾茲茲 然後呢其實他在前面五階段的時候 還是打出了一個三連勝 雖然說剛剛被中斷了但 欸我們這邊可以試打看一看有沒有機會 像他這裡的話呢是只有一星的草人 不過呢一些其他的五費凱也都是來到二星的狀態 他其實大可能可以把這個裝備呢都拖給二星的伊德 但是呢他也是決定就是拿到一個更穩定的金錢量 然後呢其實蠻多人就會用這個東西來去追五費三星 他其實是一個非常好去打到五費三星的一個機制手段 所以如果你夠貪然後你可能拿了一些戰力型的一個海客絲 就例如他這一場的話他就是拿一個珠光臉花 所以他其實整體的戰力還是很不錯的 這時候呢我們會發現一件很驚人的事情 就是五字六已經刷乾也沒連勝 竟然能夠在六支三星的時候 蹦出六十塊 這是什麼意思 家裡有礦 這邊的話他就是在追這個一則五費 他全部買起來 反正有錢 老子有錢 喔這裡 錢真的是太多了 直接買一個 金色公仔 三星一則 登登登登登 你自己賠贏 OK 這邊的話就是要去賭博一下西風 欸不過其實就很難賭 說實在這個位置都已經卡好卡滿了 來看一下我們這個三星一則的威力究竟如何 可以嗎 來個發大 他這個是就是夜色然後保底輸出 有沒有 這個畫面超級壯觀 欸 對手都已經死了還在輸出欸 場外繼續輸出 OK 這邊的話呢是小熊 因為是認識的人一起打 所以他就直接把其他的牌呢全部賣掉了 直接來一個一百塊 一打十嗎 對面的人數也是太多了吧 這邊 我們的三星一則有機會一個人單挑所有人嗎 咻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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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零 一坨 不過打錯了一個一萬輸出還不錯的 我只能說因為這個 是舊版本 就是還沒有加強過的三星一則 各位請放心 現在的三星一則的舊級加強 這就是本片重點 三星一則的加強了兩倍 將近兩倍 巨大buff 所以你們可以再去試一次 就是能不能1v9 你的三星一則再去試一次 看能不能挑戰成功 這邊他就是快速的盡量去補一些質量 不過其實就是亂 先稍微配一下 先稍微配一下 其實一則有一個重點 就是你至少還稍微有一些前排能夠坦住 那對手的話 也是真的很會吹呀 不愧是我們的老王 所以就來看一下我們的一則 到底有沒有辦法穩定發揮呢 因為其實對面的前排到的也是非常之快耶 喔不過一則 哇 承載了我們所有人的希望 一萬七的傷害 可以呀 就是你竟然讓一些廢物 至少先稍微撐個五秒 撐個幾秒 先把一些控制吸收掉 他就能夠一打全部了 那今天影片再見 拜拜